另外花林寺又再多一处亲子乐园了 位在静丰生活园区的猫头鹰公园 13号的上午举办了启用仪式 不怕日晒雨林的半户外游戏空间 有猫头鹰造型的六滑梯、小吊桥、草皮小山丘和户外鞦韆等等 结合园区内的图书馆 期盼有更多的家长带着小孩子一起来房店 成为花林寺热门的打卡景点 花林寺去年提出蜕变创生 花林寺公园串著营造计划 妥善运用中央核定花东基金补助2000万元 和花林寺公所自筹222万元的部分经费 呼应进风生活园区内图书馆儿童分馆 打造专位2至6岁小朋友 象征知识与智慧的猫头鹰博士猫头鹰公园 13日上午举行启用仪式 由花林寺丽幼儿园中班小朋友带来可爱舞蹈揭开序幕 我们里面是用非常好的一个软店 那也希望孩子不论在奔跑 或者是任何情况之下 比较不容易受伤 那我们这些油具的部分 做完以后也拖了一点点时间 原因是在做油具上面的安全检验 那我们给国家级的安全检验 做完以后我们再来做相关的开放 非常感谢公所团队的同仁们 非常尽心尽意地把我们花林的几个公园 逐步地把它建置起来 那猫头鹰公园也是室内 第一个室内的亲子公园 那我们也希望结合图书馆 还有讲故事说故事几个氛围 让比较低年级层的孩子 都会喜欢来到这里来做游玩 那当然今天也有第一届的 爱花莲着色比赛的颁奖典礼 我们收件也是来自 全国各地的一些学生孩子们来投件 那也请了陈子强老师 还有我们在地的几位老师 一同来做相关的一个评审 那选拔出非常多优秀的孩子们 我们期望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触发孩子的创意跟思维 那也希望亲子公园能够带给孩子 快乐的童年快乐的记忆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地推动 几个公园再改造 让更多有趣好玩的邮剧 能够进到花莲市 除了启用仪式 魏佳贤接着颁发第一届 爱花莲杯着色比赛得奖者 魏佳贤感谢施工所团队 致力打造亲子公园 在他任内六年 逐一完成亲子游戏空间 猫头鹰公园除了溜滑梯 荡秋千小吊桥 让小孩放电 也打造草皮小山丘 未来可做校外教学 或图书馆活动场地 花莲市第一个不怕日晒雨林的 半户外游戏空间 期盼为小朋友带来快乐童年 为亲子留下美好回忆 记得掌方言和林诗报导